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保持在6750点上方 换句话说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或者听到 我们说到呢 澳洲股市今天跌了 又跌了 再跌了 但它的大盘指数依然是缓慢的在上涨 这其实呢 也是反复的这个验证了我们之前强调的 目前澳元在不断降息 美元也在不断降息 只要降息不结束 股市的上涨就不会结束 那么除了这个澳洲股市下跌以外呢 其他国家整体上来说都以上涨为主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呢 轻微上涨0.2%至0.4% 英法德有上涨 美国三大指数也有上涨 在昨天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依然是在1450美元上下 油价呢 则处在57块钱一桶左右 这个比特币价格从9000美元下跌300美元至870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重点就来说一下的呢 是这个双十一这一次呢 又是刷新了单日的成交记录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国的消费一直在说呢 消费下滑 消费下滑 那么这个双十一 淘宝天猫双十一 刷新历史新高 那和消费下滑是不是有矛盾呢 那么大家其实呢 从昨天开始呢 各大华人的或者说中文的新闻媒体呢 头条都在刷屏 有关天猫双十一 这一次呢 再一次刷新了单日交易记录 达到创季度的2684亿人民币 那么所以大家也说啊 这个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火了 但是呢 在过去的九个月事实上 我们是看到呢 这个中国的消费数据呢 还在不断的下滑 这不是相互矛盾了吗 那其实呢 从天猫的数据来看的话呢 当天的交易量虽然是达到了2684亿 那其实早在三个月之前 这一次呢 数字金融已经融入到了网上购物中 那么有大约三千亿人民币的资金 是用于扶植八月至十一月的商家备货 同时呢 在这一次的销量中呢 有三百万的商品是通过这个花呗支付 来完成的 我们知道澳洲在这几年有一个神股 是Afterpay 从上市的五毛钱涨到37块钱 涨幅呢 三年半时间达到了74倍之多 我要是当时买一万澳元 现在就是74万呢 就一幢房子出来了 谁问了 谁看了都会后悔 但是这话不能这么说了 那么同样呢 其实啊 在中国 这个Afterpay呢 就是花呗 那么花呗呢 它也提供了免息的分期付款 最高达到24期付款 免息 只要你安时还 就是免息 而且呢 这个花呗呢 它是属于蚂蚁金服旗下的一个产品 实际上呢 蚂蚁金服 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公司 其实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支付宝 余额宝 这个支付宝 余额宝 包括这个花呗 还有这个芝麻信用啊 实际上现在并不包括在阿里巴巴的财务 这个我们中国的财宝中 换句话说 未来如果蚂蚁金服单独上市了 我觉得它的市值会非常的高 因为它有非常大的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 好了 话又说回来了 看完了 我们说完了刚才说 这个单日销售额啊 是创出新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目前中国的消费或者说国内消费呢 已经回升或者恢复 事实上呢 很多人呢 都把前几月啊 或者说是最近几天或者是十几天啊 网上我就不买东西了 凑到一天双十一一起来买啊 那么事实上我们从过去九个月十个月中国的汽车销量数据啊 从汽车到方便面 从衣服到食品啊 基本上所有的销量都在下滑 那么昨天我看了一个任泽平的文章 这个任泽平是中国目前身价最贵的分析师 年薪达到创纪录的一千万还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 我忘了啊 反正他就是年薪最高的分析师啊 他说呢 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 其实如果把猪肉价格剔除之后 实际上是通货紧缩 什么意思呢 就是物价在下跌 那怎么可能物价下跌呢 当然有可能 当你生产的商品 市场上的商品足够多 但是买的人太少 那么自然就要通过降价来促销 那么降价就会导致通货的紧缩 那如果是供不应穷 人人都去抢 那自然这个价格就会不断上涨 所以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呢 其实在过去的十个月时间里 中国的国内消费呢 依然是在放缓 这就相当于啊 在澳大利亚呢 我们看到平时商场里面没有人 只有到了圣诞节 或者说的购物节的时候呢 商场里是挤满了人 看似那一天不错 但是全年统计下来依然是亏损 所以针对商家来说 只有平时好呢 才是真的好 那再切换到澳洲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现在呢 商这个零售业也不景气 但是最近几个月 房地产市场呢 却异常的火爆 是不是这也很矛盾 这不是说没钱买东西吗 那怎么房地产市场上涨这么快呢 其实也是把这个现象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买衣服 我没钱 买房 我的钱打打地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这么来理解 您不管是买衣服 买化妆品 还是买汽车 买电视机 只要是这些零售商品的话 一到手 它自然立刻就开始贬值 到手就开始贬值 天天贬值 月月贬值 你放三年 几乎就是一半都没有了 但是房地产不一样 基本上如果你购买的 带有土地的地产 你买到的第一天 就开始 特别是在目前降息的环境之下 第一天就开始升值 只要降息不停止 升值就不会结束 我跟大家反复强调 像祥林嫂一样 说过几百遍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啊 这个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看大的方向 什么是大的方向 我们就去看 政府希望市场怎么走 央行希望市场怎么走 现在澳大利亚在降息 美元也在降息 澳洲央行的行长 美国联储的主席 他们是希望什么 他们是希望股市能上涨 房价能上涨 从而拉动经济 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我们投资啊 只要紧紧的抱住他们的大腿 他们怎么想 我们就怎么做 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 无非就是赚多还是赚少而已 我们看过去几个月 澳洲股市几次下调 美国股市几次下跌 我们一直跟大家坚持 坚持一个观点 就是降息有没有结束 只要降息不结束 我认为股市的强劲走势 不会结束 这就等于金融市场里面的 一加一等于二 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其实大家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澳洲的降息 目前依然没有结束 美国的降息可能要缓一缓 但是呢 它的宽松政策也没有结束 如果澳洲也好 美国也好 真的到了要再次启动量化宽松 也就是印钱这个地步 那么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还将会继续强劲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日 也就是11月24日 12点到4点 将会在墨尔本的东南区 召开我们年底的大型投资峰会 我们将会邀请著名的投资家 戴若顾比先生 作为我们的荣誉嘉宾 另外 我们还会将就股票 基金 以及关于税务避税的问题 展开分析与讨论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报名电话是8658-0602 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